這五點說話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要時尚農業 時尚本身是什麼 農業有什麼 那就是說 時尚好像是一個風靈 還是一個波浪 然後它是往前走的 它是一個 trend 它是 forward 是往前 所以我們的未來 是我們的往前的方向 農業以歐洲 他們是以希臘為主 所以它的 agriculture agra 是早期的希臘文是序幕 就是所有養殖的 包括漁業等等 那 culture 就是種植的 是植物類的 那這就是把這兩個結合 就好像就是我們想到說 哎 我們吃很重要 那我們資源 我們喝水 我們吃飯 是重要 因為我們才會有能源 去生活下來 那因此在2015年 沒有一年半前 就是在米蘭 他們有一個這個世伯 它的主題就是 如何讓我們這個地球 能夠吃飽 讓我們人口越來越多 我們資源看到這麼多的變化 好像有些失衡的原因 都是牽連下來的 那我們人類以前過去 好像都沒有很注意到 因為這個環境保護是一個 好像對工業是相對的 兩個是很少 現在就是工業相反 它會有一個網路上 就可以找到它的 在這個環境方面 它有做多少的事情 那最近我們會特別消費者 我們會挑選這些產品去使用它 因為我們就肯定它 是對地球上好的 因此他們在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 這樣子的一個趨勢的時候 那我們也會覺得說 哎 那我們這個時尚農業 在台灣也可以做什麼 那國外也做了一些什麼事 那簡單的來講一下 除了吃以外 其實我們對於資源 農業供應給我們 是相當多的東西 我們住、我們穿、我們用、我們吃 也就是都是從農業而來的 那過去就是全世界 幾乎所有人都是在想想 百分之九十幾個人 都是在從事農業的行業 那我會給你們一點乏味 就是可能會覺得說 現在是多少人在中國 大概是百分之二點多 在比較科技高一點的國家 但是實際上是在往後幾代 然後可能二十一世紀 二十二世紀以後 就是以農業為主 變成生殖科技 還有生殖的所有的東西 會進入我們的 就是我們要換一個思維 就是或許我們太沒有去管 就覺得地球很大嘛 大自然它是一個buffer一樣 它能夠平衡回來 我們所有的一切 我們隨便就等 像我小時候 我們從來不會去注意到 那個很多人就開開船 我沒有過 就開開船就要把東西丟出去 然後那個就是 可是到現在的年齡 像我在學校教書 從幼稚園天啊 每天就要經常回收 要這個資源 所以就是一個時代一個時代 我們已經發覺的是什麼 就是資源回收很重要 以前有兩個理論 一個就是Mamotors 它就是說地球人太多了 到最後資源不足 我們會滅亡 因為我們使東西 資源就不足了 那另外一個相反的是一個 法羅人他在空刀塞 一個哲學家 他說不會不會 為什麼 人物會越來越多 但是呢 我們會回收我們所有的東西 那所以 所有我們生產出來的 工業的也好 其他都沒有辦法 把它回收的話 確實是我們地質 真的就面臨一個大的問題 是不要去活心 做了做了做 去活心一下 那如果我們要留在地球上 OK 那所以就是剛才有點亂掉 但是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 就是失衡 失衡那就是 我現在講就是 跨領域 剛才我們一直在講領域 那跨領域的問題 確實是很重要 為什麼 農業 我們現在就有發現 就是 過去的人 就是剛才為什麼 從很多的人 百分之九十幾在鄉下 突然就變得百分之二點多 因為大家就是 吃不好 穿不好 資源就是比如說土地 農場 一分財產 就不足了 所以父母本身就會鼓勵 像我們現在很多學生 就是祖父 祖母就要說 你做的比較有出息的事 你去城裡面去考一個什麼 辦一個什麼師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收入是有保障 因為我們是要看見吃飯 那現在氣候變遷了 然後帶來這麼多這麼多的變化 那你如何去活下去 那所以才會造成這樣 那而且就是 我們看到就是 像我們去喝咖啡 是這樣的 比如說在貿易的時候 在全世界會剝削掉很多的一些付出人的力量 因此是如何去給它搬回來呢 那可是知識 他們是有 他們知道怎麼種 怎麼用 怎麼把它做出來還不錯 那但是呢 他不知道怎麼樣控制市場 那像現在在臺灣 已經走上這樣一個回頭的一個想法 就是食材業是什麼意思 其實很多人就在各行各業的 賺了很多的錢 但是失去了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品質 在睡眠方面 剛才也有遇到 我們睡眠專家 在健康方面 在我們飲食方面 我們看到前幾陣子就是油啊 還是什麼的都是 好像就覺得為什麼我們付出這麼多這麼多的力量 我們花這麼多錢就要換來給我們去 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歐洲 特別雖然我是在歐洲研究所在教授 美國和其他的國家 美國比較差一點 沒看他們吃什麼東西好了 所以歐洲人比較一句重視 就是說如何去調忍回來 那當然有很多的一些方式 但是呢 方式我們現在就說 怎麼樣的 solution 可以去做 那個人的一些想法很重要 因為個人 如果你有一些 關注到這個地球上的一個 trend 一個趨向 然後你可以抓得住大家的一個需求 然後你 你也對這個目前的一個這樣子的失衡 就不是很難過接受 那我們可以從小小做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台灣已經很多人都在做這個事了 那比如說呢 就是我們可以不要讓人家多許我們 我們可以自己做出來一個 非常地高級的精緻的產品 然後高價位 那提升我們的收入 那我們還可以就是 保證大家的健康 然後就是 其實就是需要拿著筋 所以相較的 以前的老人家現在 都比較不會去想到拿著筋 他好好老老實實 做了他應該做了 你要傳統下來 所以我就會用英文的資源 我就學你的英文長期了 就是要 believe 就是你要相信什麼三個 H 一個是 heritage 就是你的傳統的遺產下來的 heritage 還有呢就是歷史 對我們帶來的這一切的進步 那還有就是 how 就是 know how 的 how 是如何去做 那還有就是第二個 一就是 balance 我們怎麼樣子可以永續的 去有一個平衡 使我們地球可以一代一代這樣下去 不會有問題 第三個 B 就是 bio bio 是現在的一個很時髦的一個字 就是 biotechnology biology bioproducts 就是生殖的產品或是科技 那它如何可以讓我們未來的這些生活 會更平衡更完美 那所以我講了很多話 就是讓人家感覺到水裡會說話 好的 我就放一個字 好的 放一個畫面 好 就是舉個例子 法國的一個短短的一個 大家都知道這個品牌 它從鄉下法國的南部一個地方做起來 那剛才我們說 食啊 穿啊 用啊 做的呢 那它是關心到這個 Oxydan 它是法國的一個早期的一個語言 叫 Oxydan 那 Oxydan 是 Oxydan 區的女生 然後它帶來他們使用的一些產品 那它這個公司特別在哪裡 就是它的歷史很短 它才幾十年而已 是一個人的想法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我們人一生可以做到的事情 還有呢 它的這個發展 經濟的發展是全世界的 幾十個國家在於它的產品 我們可以開始放 因為那個 他們剛剛很多人要說話 對 聲音放小一點 它讓大家又發語 所以我聽得懂吧 然後就是 還有就是它重視Marketing 它有一個Image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Oxydan 會有一個 就是等號是什麼東西 Oxydan 可能就是有些人還沒有開始用化妝器 但是它就是 它接近自然 它接近就是 自然的豐富 它有呢 就是 好處 自然有很多的東西 它可以像我們中藥 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 皮膚上 還是身體上的一些調整 平衡 它就是傳統 就是很多很多年累積的經驗 在能夠做得出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短片 短短的 是講那個人的故事 是講那個人的故事 可以放小聲一點 它有中文的語 然後呢 就是說 他在這個小男孩長大了 叫奧利比亞 他就會想出來 他就是 我想要去強調 就是這個 knowledge 就是知識 是不是一個人可以做的 他要去跨領域 比如說 要有植物學的一些知識 他有一些種植的能力 還有一些加工的能力 還有需要工業還有經營的能力 各方面的一些結合起來 他叫做 後來他其實在幾年前 他創立以後 他經營還是不是很善 他慢慢就賣掉他的集策 後來被一個德國人買下來 隔了幾年他覺得他這個公司是有一個故事 那他要再找回來這個創立公司的人 再把聘庫進來回來 再把他公司的這樣子推動出去 所以他們還是會使用這個刀水 有一些公司他走著走著 就是會慢慢地穿越 因為他走得太成功了 但是他這個公司他就回到 也是跟他一樣就回到原來 所以要回到原來是什麼 就是地球的大自然 我們如何在自然當中 不是在好像我們7-11去買很多東西 就像那個有相片有彩色的 有好新鮮的水果 可是他給你一個故事 像我們學過一點食品加工 他必須要保持他新鮮度 他要讓你喝了 感覺那個顏色很不錯 然後沒有很多雲吞的東西 所以他在夾很多東西 沒法子 所以我們在 那個 因為我們沒辦法自己早上起來 自己擠我們的果汁 然後我們只好就是 承受他們 那我們就講完了吧 謝謝